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黄日辉 欢迎收看我们的联播频道 关心全台湾的大小事 因应每年9月份的第三个周末是全国古迹日 云林县府和斗六市公所 将要在9月20到22号 举办解锁斗六旧城的系列活动 日前举办活动的宣传记者会 热邀民众届时一起来 透过不同的路径 认识斗六的文化资产以及人文的历史 县长市长及文官处长等贵宾 轮流将手上的钥匙放上装置 后面地图上的灯泡一排排亮起来 有灯泡排出来的路径 是今年因应全国古迹日 云林县文官处及斗六市政府 一起规划的四条斗六旧城区文资路径 分别以信仰、公益、饮食及生活为主题 文官处长陈碧君说明 今年云林古迹日主题是解锁斗六旧城 配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也提倡慢永续的观光方式 斗六市长林盛觉说明 斗六旧城区从行企纪纪念馆出发 连接府前阶级太平老街 可以看到许多斗六的人文历史 他邀请民众一起来透过古迹 欣赏斗六之美 2024年全国古迹日 云林的主题就是解锁斗六旧城 主要斗六旧城是我们的限制中心 所以在这里面整个就是云林最早期的 发展历史脉络 扣合联合国的永续发展 我们这次的古迹日也希望一个慢永续的方式 因为这些世界文化遗产 不只是在台湾在全世界 都是每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从行企馆走到府前街 再到太平老街 尤其是太平老街是 邻居斗六旧旨的文化中心 最有创意的文化聚落 包括所有的饮食 我们的淡饭也很出名 包括我们的老家 碗粿肉丸 甚至我们的牛肥鸡 也欢迎大家 在古迹日的时候 可以来周边来逛一逛 来带我们历史悠久的 也说巴洛克建筑的太平老街的古迹 云林县长张立串说明 除了抖六旧城区的各种展览跟活动以外 其他地方包含 北港艺民尿 西罗福星宫 西罗盐平老街文化馆 东南塔里屋文化园区 以及台西海口故事屋 等古迹及文资管设 也都会有相关的活动 欢迎各地民众前来见证 云林县内古迹的文化底蕴 云林县政府跟云科大 以及我们抖六市公所 大家连结起来 要办理这样的活动 我在这里特别邀请 我们所有的乡亲 这三天可以到我们乡镇当中 所有文资场域 去参与各项的活动 也可以见证当中的 文化历史的一个底蕴 最重要我们在抖六市 在行企馆周遭 所有的这些腹地所有的场域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局 文官处说明 全国古迹日活动 将于9月20号到22号 连续三天进行 云林县内20乡镇市 有27个文资管设响应 总共有42个相关活动 详细的资讯 欢迎上文官处 脸书或者是官网查询 这种文化人员现在采访报导 对 比较 中文字与 很明显的